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本周的澳台首席说 这个星期的话题毋庸置疑 我们要聊一聊刚刚结束的澳大利亚的联邦大选 那么这次大选的结果 某种程度上来说和此前的绝大多数的一些预测 尤其是大选前的一些本地媒体的民意的冲案调查等等 还是比较符合的 但比较有意思的是 这一次更多的是自由党出的 而不完全是公党赢了 我们可以看到自由党在最最核心的 或者自由党的创党的建党的核心地所在 也就是摩尔本和悉尼的比较近的近郊的一些富人区 是一败投地 输给了大量的一些独立候选人 使得工党在目前已知的确认的席位当中摇影领先 那么到了今天我们录节目的时间节点上 也就是周一的下午目前公党确认的席位在72个左右 而自由党的席位有50几个 此外有十几席的独立候选人和2到3席的绿党的席位 此外还有十几个席位是在确认的 所以现在已经可以确认的是阿伯尼斯会是下一任澳大利亚的总理 那么区别无非是他需不需要联合一些独立候选人 以及和他联合独立候选人会是哪几个 那么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在大选的结果公布之后 很多华人都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希望或者一定程度的许愿 因为此前莫里森政府和中国的关系是比较差的 那么工党似乎看起来从他们的表述来说稍微好一些 但是我们认为中澳关系很难出现实质性的巨大的转变 这是由澳大利亚政府目前的总体状况所决定的 也和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整体的战略的同盟关系不可分割的 但确实工党在多次的场合隐晦的表达过 虽然在一些核心的国家利益的位置 他们不想做太多让步 但是在具体的操作过程当中 他们可能会采取一些更加谨慎或者更加开放的心态 和中国政府进行商讨 但具体能够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 我们知道的是新任的总理阿班的意思 以及新任的外长黄英贤 在上任之后的第一个海外的出访 是去日本参加四国的同盟会议 那么从这个角度出发 可能说不上对中澳关系有特别特别意好的这样一个消息 那么另外一方面 从此前 也就是在大选开始前 最后两三天工党给出的一些 他们的版本预算的一些想法来看 显然也不大可能在短期之内 修佛达联的赤字 甚至他们可能在短期之内花的钱 比原来的自由党政府还要更多一些 那么目前的整个的经济的大环境 以政府相对比较高赤字 显然也不大可能由工党在很短时间之内修复 甚至由于选民和选票的关系 工党政府在于加税这方面 显得说法非常非常的谨慎 我们知道大家经常说工党更愿意加税 那么去发福利 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 工党在税务方面 尤其是在企业税 个人所税等方面 并不想立刻更改自由党此前的一些减税的措施 那么潜在的工党没有许诺的有可能会加税的地方 一个可能是在探税方向 因为工党更加的支持节能减排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方向 此外工党在过去是曾经提出过 是不是要考虑取消复扣税 但是关于复扣税的处理问题 工党到现在为止没有给出太多明确的答复 但是没有给出太多明确的答复 意味着取消复扣税永远有可能是他们会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你要说如果说我们把工党的一些政策和自由党此前的政策 要去做很大区别的话 可能只能落在一些更加细节的一些具体的方向和产业当中 那么其中的一个最大的差别 也是我们觉得这次大选之后 可以说全傲达成的一个同意见的 是节能前排和应对气候变化 我们从这次大选的结果来看 可以说这一次全傲上下绝大多数人达成一个应对气候变化 要进行节能减排这样的一个共识 而工党是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的 那么尤其是如果万一工党是一个少数派政府 不得不联合少数的一些独立候选人或者联合绿党的话 在这个方向会走得更远一些 而工党自己也有一系列的节能减排这样的一些措施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估计在工党开始执政之后 澳大利亚会在节能减排新能源相关的方面做出更大的动作 那么在这一方面可能如果是从投资和产业机会来说 也会产生更多的机会 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大链条 它牵涉到电网的重新的升级 它牵涉到新能源以及电池产业的一些升级 它牵涉到更多的电动车的可能的一些鼓励的政策 它牵涉到更多的和电动车以及向家庭的新能源有关的一些额外的基建的铺开等等 有很多的相关的产业链上中下游 接下来会是大家可以特别去关注的 那么如果有更多的碳税 或者碳的carbon credit trading的一些交易的这样的一些可能会推出的一些政策等等 都是大家可以去关心的 这个我们觉得会是新政府上台之后 大家特别特别要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那么我们在这次大选落下尘埃之后 也将会给大家提供一份相关的报告 给大家理一理新的工岛政府上台对阿大利亚经济 对阿大利亚的产业的变革 甚至某一些新的有可能会产生红利的产业投资方向 到底在哪里给一些参考 那么除了新的元这一大块之外 其他大家可以关注的包括像医疗健康 因为工党提出了更加的激进 和更加的积极的一些增加澳大利亚医疗健康体系 或者提高的医疗健康体系的想法 以及工党政府相对此前自由党政府 对于一些科技投资和促进的角度 享有更多的一些动作 也提出了额外10亿澳元的一些促进科研 这样的一些方向的政策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内容 最后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一贯的支持 那么希望大家继续给我们点赞评论订阅和转发 谢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